《論盡社福界》 歡迎大家收看節目《論盡社福界》 今天有我 歐元大昭 政策透視的執委 也代表關注社福規劃平台的成員 今天我們探討一個問題 近幾年在社福界有很多爭論 亦有很多回響 但似乎在社會上的關注程度仍未足夠 是關於資助院社的問題 今天我們很高興邀請兩位嘉賓 兩位相當適合的嘉賓 可以分享他們的看法 左邊有爭取資助院社聯席的成員代表 林禮勝先生 林先生你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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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握手 右邊有另一位老友記 香港社會工作者總工會總教士 吳偉超先生 先握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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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位其實都在爭取關注資助院社 亦有付出過很多努力 亦有社工的代表 亦有使用者家屬的代表 可否這樣呢 我們在今天三節節目中 我們首先了解 現在究竟哪些人需要院社 以及資助院社和私院 對他們來說有甚麼分別 為何要令我們爭取院社這麼大問題 究竟有甚麼重要呢 不如林先生先說吧 或者我說說家長為何這麼多年來 仍然要走出來爭取院社 正正是因為這個問題 對一群智障人士來說是很重要的 可能在坊間裏面 有些朋友可能不太了解 就覺得究竟這群人經常走出來 這麼多事說 在這裏隨便巴閉做甚麼 其實我可以說 我們這群家長 其實他們家裏面 都是有一個智障的成員團體 所以其實那種辛酸和困難 是沒有人了解到的 只有那個家長 或者是家裏面有一個成員團體的家屬 才能夠感受到這種困難 過去其實我們覺得院社對智障人士的幫助是很重要的 尤其是對家庭的舒緩的壓力 以及對智障人士的訓練 往後的成長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是不可以少的 當然我們家長當然是希望 那個智障人士一直都在自己家裏面生活 如果是可以的話 但是也明白一件事 家長也會老 智障人士也會老 在這個過程裏面 其實院社是 在我的立場來看 院社是智障人士最終的一個 將來他在那個地方 可以說是在那裏安老的一個地方 同時也是接受一個訓練 去教他如何自我照顧這些模式 所以也是為了將來支援家庭 為了智障人士本身自己的未來 自己的安老或各樣的需要 院社也是重要的 是嗎 阿超 智障人士的家庭有這樣的情況 你的理解還有沒有其他群體 都是需要院社的 其實我想智障人士的數量比較大 就是陳障人士來說 市外譬如說一些自體傷殘的人士 或者譬如經聯 在香港都有一定的數量 還有殘障人士都有老齡化的問題 他的家人也有所一年多 我自己的體會 我跟他們一起爭取的時候 我也有跟他們討論其實 除了現在我們很關注住宿的服務之外 其實政府提倡的社居照顧 其實是否真的幫到他們 我當初也有些想會不會多個選擇 但是家人和我的回應很直接 因為他們真的自己很親身去經歷 長期經年累月 可能不是小朋友 可能已經三四十歲 經歷幾十年的照顧 家長年紀大了 他真的很痛心告訴我 我現在真的要住宿茫茫 為什麼呢 我很體會他們 我最初也忽略這個感覺 即是家裡就可以住在家裡 但是我想一下 我現在也有時候 我也試過五十肩 我今年五十歲了 我也試過五十肩 你要扶抱一個百多磅的 大大隻隻的成年人 他真的要你扶抱他 每天都要這樣做的時候 你告訴他 社居照顧行不行 他第一個反應告訴你 我現在要的是住宿服務 他那種痛就來的 身體什麼痛都有 為了照顧失眠也會有 所以我會體會他們 他們的住宿服務 真的幫他們減了很多 那種壓力 其實好像剛才所說 政府其實有時候 都講了一些理念上面的建議 例如你剛才所說 社區照顧 因為為什麼 坦白說 不在軟社裡 留在社區裡 最要想誰負責照顧 就是家庭負責照顧 可能是幫政府省了些錢 所以我們看 政府似乎在近十年 在住宿服務 就有一些收緊了 特別 另一個群體就是長者 例如 只有一些身體很差很差的長者 才可以進入一些護老院 以前的老人院 資助的老人院 就差不多都沒有了 我不知道老人那邊 你有沒有了解 其實他們是否都 有需要軟社這個情況 我覺得老人那邊 那個輪候情況都很厲害 不過我現在先不說數字 以我自己有 從事社會工作 都有三年多的時間 接觸過老人的服務 老人家很特別 有些人 無論如何都不肯入院 一定會有 家人多辛苦 頭痛的地方就是 我媽媽不肯申請 她已經叫救命了 媽媽不肯申請 老人家可能又覺得 自己想留在家裡 但又有另一些長者 就是這樣的 她未與囚謀 她就會跟我說 我試過遇過一些個案 不是一個起 就是多過這種情況 我看到我其實都需要 申請定用老人院 但因為十年前 老人家對自己的 將來不安穩的時候 她覺得申請老人院 是有這條隊的 達宰剛才說 就是已經這條隊取消了 那些叫做 簡單的住宿部門 比如社交 和人有群體一起生活 她覺得安樂些 一個簡單的老人院 現在就一定 變了所有的 胡理安老人家 出現的情況 任何老人家 她想未與囚謀 為何她未與囚謀 她看到她老公 或者她的配偶 她臨死前那段時間 但是她等宿舍的時候 那種慘 她說我每天都是這樣 我早些申請行不行 現在就很有趣的 有一個評估機制 有一個關卡 不要聽來說 就是老人家都要考試 現在讀書 中三、中四、中五 就投訴考試壓力很大 老人家考試壓力很大 壓力又如何 她要夠殘夠壞 政府才肯讓你 對 不夠殘不夠壞 就要學會說到自己很殘很壞 要不然就考試不合格 不是少數量 很多老人家不斷重複 都要提出我想有評估 明白 一失敗又再評估 一失敗又再評估 但劃棄的地方 或者叫做不合理的地方 老人家知道要輪 所以早些提出 到她真的評估合格的時候 又不能給她 數字我所知 去年一零年 6月10日 東方日報賣過的 就有位很有經驗的 胡理安老院院長 他透露一個資料 就是說 他的經驗上 老人家大概 他什麼都不選 我總之申請在胡理安老院 大概四年 這個似乎是長者輪候的時間 所以有些人就說 不要聽這些說話 等到死 都未必等得到 我不知道 譬如智障那邊的院舍情況 是一個怎樣的評估 或者是時間 基本上我所知 其實智障人士入院舍 他都要經過現在的目前情況 都要經過一個評審機制 就是住宿的平伏機制 來評審他 其實上就是 我覺得現在這個工序 其實都行了好幾年 但是 在這幾年裏面 沒錯 在政府的立場裏面 可能他會覺得 其實上都已經可以 穩定了一些 真是有需要的人士 可以入院舍 他可以平靠了 經過這個機制 可以將這班人有需要的 就真的可以入院了 不要需要那些 可以去第二方面的服務 但是另一方面 給我看到就是 他的機制 正正是已經刪了後門 已經 就是讓一些 很多的 真是很需要 真是要排隊的 這班的家長 或者這班的弱智人士 就是可以說 他屬於門外 他在哪裏刪後門 在他評審的過程裏面 變成 因為他有分數給他 如果他達不到這個指標的時候 他就會覺得 你沒有什麼需要 你可以去另一類的服務 即是同樣的原則 都像剛才老人那樣 跟老人那樣 對 跟老人那樣差不多 因為你又要評估他的身體機能 他家庭的照顧能力 以及那些折衷人士 自己本身的進化 即是他的表現成怎樣 譬如他有沒有精神行為 又或者他的自我能力 機能 控制 各方面 其實他都根據很多 他叫做專業的人士去評審 但因為在這個過程裏面 我們不是一個專業人士去看這件事 我們都是靠專業人士去評審 所以問題就是 過去這麼多年來 無可發現我們都發覺 有些家長都是因為這個原因 而都仍在等 在家裏面等 所以令到我們現在 很多家長都在家裏面 足足都等了有八年、九年 八年、九年是一個 多漫長的時間 我想問一下 你會不會覺得 近幾年已經比以前快了 近幾年反而是他收緊了 他收緊的程度 我不太知道 究竟他現在的標準 究竟有多大 但我是覺得 他應該將這個門檻 這個評估工具的門檻 應該放低一點 不要調度那麼高 因為如果你調度太高的話 令到那些真的有需要的 那些弱智人士 他們沒有辦法 可以達到 進入院食服務裏面 因為你要評審他 但好像很簡單 一個 我們稱為 那些是 老退化 或者是 大陸叫老坦 甚至是 肢體傷殘 嚴重到 你真的要 要搬扶他 整個各樣 即是要入院 那一隻 你還要評審他些什麼呢 你都要經過這個機制 去評審他 其實你是否浪費時間 浪費人的密密力 一看你已經知道 其實他應該要入院 要接受院食服務 你還要評審他些什麼 明白 我想作為政府 經常都說一些話 資源要留給最有需要的人 所以 有這些評估機制是必須的 這一集我們未講到這個問題 下一集回來 我們可能會慢慢拆解一下 政府究竟在想些什麼 以及現在政府究竟做了些什麼 令到我們的輪候時間 現在要等到幾長 以及政府會不會 有沒有其他原因 在興建院社的過程中 遇到什麼困難 他解決不了 那為什麼 我們能否接受 一個有需要的人士等院社 等了八年十年 一個減慢 人生有多少個十年 可以這樣等下去 我們可能在第二集回來 我們再談到這個問題 多謝大家 又回到論盡社福界 在我左右兩邊都有 資助院食的朋友 阿林先生 和總公會的總幹事阿超 剛才我們上一集就說到 香港那種福利制度 不論是社會保障也好 院社也好 我們都出名的 都出名落後 什麼意思呢 就是我們那個原則 就是鬥窮、鬥慘、鬥差 原來院社也是這樣的情況 就是你的院社服務 只能夠比最差、最差、最差 那些 你沒有那麼差 但都叫有需要的人 就不好意思 你就等遲些先 所以引伸到一種 近幾年 經常都有些問題 但評審機制 似乎是挺苛刻 兩位有什麼看法呢 林先生剛才提到 他也有些質疑 現在在殘疾人士的需要 要行一個評審機制 我講一下自己的經驗 我試過在未有評審機制之前 大概是1995年至2001年 我是負責管理一間 智障人士的院社 當年是沒有評審機制 我就負責照顧60個智障人士 又跟那些家人很有密切的溝通 觀察上面 我又看不到 我們收容那些智障人士 他們是家人 我給了服務的他們 是多餘的 是一個奢侈品 給了這些家人之後 這些家人浪費了社會資源 我看不到有這樣的情況 我的分析 現在政府要搞這一招 我的理解 就是政府這十年 或者十多年 開始不太做事 就算做也是門面 你的需要越來越大 他就隨隨便 而且供應少量 就算做了事 那條隊越來越長 他就面對一個很大的政治壓力 這一招只不過是一些花招 長者的評估機制 都行了差不多十年 差不多十年 其實都要檢討一下 這些評估機制是否必要 當然政治形勢說 政府不做事 那就沒辦法 都要評估 政府要肯做事 是否必要 因為其實 評估機制都要養個職員 去做評估 行政成本其實都高 林先生剛才說 那個殘障行線也好 或者我講老人家也好 他都很殘 你又要評估他 你怎麼都要評估他 評估完他就不殘 是 不過問題是 你政府就喜歡條線 怎樣拉就怎樣拉 拉低一點也可以 拉高一點也可以 是不是 問題是那個 那個客觀 是不是真的這麼客觀呢 有另一個問題就是 現在都出現現象 社會福利署近年 在去年到今年 和資源機構有一個很大的爭拗 他今年就想 或者去年都已經是 想將那個評估 就是否推下去 那些非政府機構的單位 實際上 非政府機構的單位 那些人手已經緊絕到 他們的服務 照顧的 社交的 發展的 已經做到疲於不明 又要填數字 交數字 還要將這個機制 還要塞進去 你手上 其實很看到 其實真的要資源 政府已經又再不想 下資源 這是很矛盾的事情 所以 其實政府 為了社會人少來 督促政府 就算在長者的評估機制 都要做檢討 而殘政人士的評估機制 不要走著 拉住他 一做這些評審機制 都沒有評估 評估他 他是否是一個好的機制 他是評估人 我們評估一下這個機制 要評估一下 評估一下 評估機制 因為很多時候 這些評估機制 變成一些 壓抑的需求 以及幫助政府 減低政治壓力 減低財政壓力 那些手段 林先生 我不知道 這個評審機制 對陳昭日的家庭 其實現在已經去到什麼地步 其實上 家長面對這個評估機制 其實上也很無奈 你說他喜歡又可以 不喜歡又可以 是吧 但問題 因為 我已經有一個政策上的問題 他有這樣的政策出來 民間一定是要跟著你走 是吧 但我希望有一點 我提出 政府無論你推出什麼方案 都希望多些人性化 不要說一本通書又用到老 就是人性化一些 以及將一些事情 能夠實際一些 不要說每一件事都拿得那麼死 怎樣不人性化呢 譬如你覺得 你也有評審 在這裏我覺得 應該來說 就是 不要拿得那麼緊 如果家庭真的有需要 的時候 你為什麼還要去找這些東西 難怪 我可以舉些例子 可能觀眾很多時候 都未有這個經驗 想像不到 怎樣的家庭 其實竟然都不行 譬如一個 我涉足有一個家庭 他家裏有一個智障人士 是坐輪椅的 經常都要搬扶他 他都是屬於一個 嚴重智障的一個個案 但很無奈 他都要在家裏等 等了很多年 雖然他有日間的訓練 可以提供給他 但他的家長 因為年紀都大 都希望能夠盡早 幫這個小孩 能夠入住院社 減輕了他自己的壓力 尤其是他家人的成員 怎樣去看他這個智障的成員 很簡單 就是弟妹 兄弟姊妹 怎樣去看這個智障的弟妹 當然在父母的立場 他覺得 將來我老的時候 我希望 都能夠 這些弟妹可以幫忙 可以照顧到 但 不是各個成員團體 或者家裏的成員 都願意去接這件事 當然 如果站在感情上 如果他感受到父母的生酸 可能他會去接這件事 但問題 不是每個家庭的兄弟姊妹 都願意去面對這件事 一定可以幫忙 對 所以問題是 責任都影響在家長那裏 家長都懶惰上身的 很多人都懶惰 有什麼事情都懶惰 問題是 你說他不想給弟妹妹 或者哥姐幫忙嗎 不是不想 而問題是 家長有時都感受到他們的壓力 家長都很難於開口去做這件事 實際上照顧一個有需要的病人 或者復康人士 其實不是一件這麼簡單的事 是的 我希望政府能夠 在這方面 評審過程中 那個透明度 更大 讓被評審的家庭 都知道究竟 我是去到什麼標準 是可以的 就算我不行也好 我知道為什麼我不行 是吧 對 不要一直在那裏等 不知道在那裏等什麼 在那裏等運動 究竟什麼時候可以呢 十年又是 七年又是 八年又是 其實家長一直在家等 同一個自助人 一起在家等 大家等到老為止 看看誰先去 講得衰些 真的很悲哀 這個不仁不義的事 是的 所以我覺得輪候機制 其實上是需要的 但是政府立場 他覺得 因為有些恐怕會濫用 他用這個藉口 是怕濫用 他對著所有的社會福利 現在都是這樣說的 因為防止濫用 之後推出這些機制 是的 但是問題是 各個個案都是濫用 怎樣濫用到呢 我真的不明白 我是有病有需要 才使用那種藉口 怎樣濫用呢 其實我們在機制的另一個層面 看看 我們現在家長輪候的時數 其實我們也看看 限定沒有七年 都有十年 現在我們在排隊的那班 現在公佈的數字 就說有七千多人 但可能這個數字未必 在輪候的過程裏面 可能有些坊間的數字 他未加進去 可能已經有七千人 但問題是 我們現在面對院食 嚴重不足的問題 在一起上 政府近年 每一年 他已經加了很多 不知幾百的層位 好像去年 有九百多個位 問題是 現在我們外面 我就以七千人來計 你何時才可以解決 這七千多個位 這個小學生的加數問題 都懂得計 是的 而且每一年 都有不少的新加入的位 排隊的位 加進去 那些位又如何計算呢 輪候的那些 一直這樣飆升 你這裏又未解決到 所以問題是 我覺得政府 應該要有一個 長遠一點的規劃 去面對這個 魚影社的問題 才是 不是說 我頭痛是治療 腳痛是治療 變成 你吵兩吵 我又給你少少理 你不吵我又不給你 我覺得 這個不能夠這樣做事 應該要有一個 長遠一點的規劃 告訴市民 告訴這班 貧富大眾 何時 我可以給到 幾多個院 給你們 入院 多少個位 就算你一年裏面 你說我 建不了這麼多間 起碼我都知道 你給我多少個位 一年有1000個好 也好 這真是糟 這反映了我們 很多手服務裏面 只有政治 你夠人多夠吵 你夠力量 他就給你 但沒有政策 沒有規劃可言 但是 我又要扮著政府 說話 雖然我們今天三個 都同聲同氣 政府就會說 我不是沒有的 我有規劃 不過 我不是給你院舍 我可能 第一 我給你一些日間 宿舍 社區照顧 你便不減輕了 對於院舍的需求 幫輕了你家庭的壓力 第二 除了功能 那些院舍 你不要只找政府 市場上有私營的院舍 不知兩位又怎樣看 這些輔助的措施 私營院舍 其實都是一個渠道 提供給自助人士的家屬 多一個選擇 這是我同意 但是 亦不能將它 當作是一種 代替了院舍發展的 代替品 我會覺得 政府的立場 應該要鮮明一點 即是說 在我未見過很多院舍 你之外 我都提供到另一類服務 而不是將這類服務 代替了它 有什麼問題呢 問題是 家長對目前的施餘 制度是很不放心的 那個制度是沒有什麼監管 雖然正好說 我會有監管 我有場查 但一年內你查了多少次呢 你去巡視時 他都知道你會來巡視 我都會預先做好多功夫 讓你來巡視時 不會有那麼多問題 但你巡視後 又是固態復命 有沒有出現過什麼意外 或者有沒有聽過 一些施餘 較早前曾經 好像去年 曾經也有過幾單新聞 都說過施餘排錯藥 衛生程度很差 院友共用毛巾 餵飯又不得依足的規矩 所以家長也有很多隱憂 尤其是施餘 現在沒有社工的制度 就不同 政府遵作院社那些 規定了你每一個職級 有什麼人在這裏 去照顧這班的院友 但問題是施餘沒有這個命盟規定 究竟他真的要請社工協助這些個案 但他成本會高很多 一私營運作賺錢 還有那個監管度 家長也擔心監管力度不足 我們希望 除非政府監管力度加大 有足夠的監管能力 告訴一班智障人士的家屬 我現在已經有足夠的法定條例去監管他 他一定要跟足我們的指引 他才可以去營運 你能夠給到一個這樣的安全網 給一班智障人士的家屬 我想家長會很樂意去思考 但為中一件事就是 為何家長會最終要遷就施餘這條路 因為你沒有院舍 政府沒有規劃 在等的過程中 剛才我都說了 十年八載都在等 所以不是施餘的質素好些 有吸引 所以家長才會選擇施餘 其實沒有選擇之下 才會選擇施餘 那麼智障你又怎樣 我補充一下 施餘如果用殘疾人士的施餘 例子就不是很多 都不是成行成市 會有三幾間 就是假裝一些給自助人士 他未等到政府的縮位的時候 他就進去 但都未像現在老人院那樣 那種私營化那麼多 不過看回老人院那種私營的方法 這十幾年是醜聞不斷的 醜聞不斷 譬如說晚上沒有捉過人手 巡查的時候 老人院就會有些收封 他就會放一些人進去 虐待老人家 給他很差的菜 餵他吃糞 是十幾年 不是今年前年 是過去十幾年 如果你看報紙 九十年代尾 已經有些新聞出的 在老人院那邊 私營有另一個問題 就是如果比殘疾人士 有專門的私營都還好少少 現在的問題就是 很多殘疾人士 是混在老人家那裡 在照料上面 不是那麼專門 服務是否真的可以 照顧到殘疾人士的需要 有誠而問 因為你混在一起做 不是一個好的方法 時間有限 我補充很多事情 下一節可以再講 是時間有限 因為聽起來 越來越多問題 由縮委不足 去到私營的問題 最後一節回來 我們可能會再看看 究竟私營有什麼問題 以及過去聯席 做過什麼爭取行動 政府有什麼回應 希望各位觀眾 可以關心什麼 我們下一節回來再講 多謝大家 又回到論盡社福界的第三集 今天一集我們主要是講 資助院社的問題 剛才說到慶高彩 你差點停不了 就是私營安道院的問題 這不僅僅是老人院的趨勢 整個社會公共服務 和過去這十年都不斷出現私營化的情況 阿超 剛才還沒講完 我知道 有什麼懷處 有什麼問題 我想引起一些例子 譬如說住院照顧 給殘障人士大力推私營化 或者老人院現在行多多年 私營化的方法 家人是有時沒有什麼信心 老人家也沒有信心 始終我擺放老人家 或者老人家自己去住在那些地方的時候 給服務的那些公司 如果是謀利至上 那家人或者老人家都很擔心 說明是私營的 當然是謀利 總之就是賺錢 和你一個是公營的 譬如有個信用在背景 要服務一些人 他只是平衡到開支 可以收入到 員工有一個穩定的收入 他就可以辦好服務 很不同 信息也很不同 廣點說 即是在私營化這種方式的時候 有幾個例子 你看到市民是劣平如潮 譬如舉個例子 在房屋上面 現在在公屋的體制上面 有商場的 過去幾年是行領匯這個制度的時候 現在很多都很多投訴 令到屋邨要買貴了 領匯可以有些手段 原來有些小商店 他可以大膽到 跟商店說 我和你分紅 我要知道你每個月的收入是多少 這個商業秘密 本來是 領匯可以把手插進去 收一個貴租都不單止 還要知道你賺到一些 他就和你分帳 那些手段 令到在公屋裡面買東西不貴 是很困難的 另一個例子是退休保障 這十年的強積金 大家覺得可不可以給你安穩的退休保障 肯定不是 但是誰賺到他的袋裡 不是政府的 都不是政府的 政府一筆都賺的 基金佬 基金佬 簡單講 銀行 其實這種私營化手段 令到更加貧富懸殊 窮的人更加慘 弱的人更加慘 另一個 我講私營的問題 不單是A軟社和B軟社 即是私營是政府的 就算政府的軟社 政府資助的軟社 也有私營的跡象 林先生剛才講 我想補充 林先生說 在資助機構來說 是有些規定的 但其實政府已經鬆手了 什麼鬆手 以前我管理軟社時 說明我現在軟社六十個軟友 多少個是社工 多少個是宿舍助理 好清楚 誰是福利員 現在沒有了這件事 總之你一個社工 掛著一個社工就可以了 這個跟龍正不國撥款 那種精神有些關係 例如彈性 很彈性 私營安路面也很彈性 賺夠錢就可以了 資助機構一樣 總之他能做得好 或是壓到現在沒有 萬多元的員工都沒有 絕了職 員工五千、六千元就要做 是吧 問題就是 這種私營化 不只是在私營安路院 令到大家沒有信心 資助院社都及及可危 我回到另一個問題 剛才很早上一節提過 其實現在政府 看到那條隊 無論是老人家 殘障人士 那條隊那麼長 等待政府資助院社 其中一個很糟的問題 就是社區照顧做得不好 現在不單是我們老人院找不到地方 我想我們某一集都說 社區照顧問題 那一集會 那些送飯服務的廚房 辦事處找地方都找不到 那怎樣叫老人家有信心 在社區找廚房都難 那些什麼地產 什麼土地政策 那些貴樓就找到地 服務就找不到地 講到土地這件事 我知道譬如聯席 資助院社在聯席那邊 其實一直都在爭取 在關注 土地供應 現在是一個很熱切的焦點 過去聯席 其實做過什麼 或者政府的回應是怎樣的 起初我們都搜集了 有近30幅可循環載用的地段 給政府考慮 但是政府給我們的答案 就是 什麼叫可循環載用 就是有些土地是荒廢了 譬如學校 政府的土地 屬於他們的物資 荒廢了學校 一些雙下 或者一些商場 一些舊的屋苑 荒廢了一些單位 總其上我們覺得 可以再循環再用 其實我們建議給政府考慮 我們不一定說 這裏又要那裏又要 我們建議他們 你既然跟我說 地方是有限 找不到土地 我們去找地方 幫你 幫你做這件事 我們找到有30個地段 是可以重環再用的 當中也有剛才所說的學校 知如此類的 商場 但是他給我們答案 就是不行 因為要那個地方 那個地積 要更改 要用的時候 要改 很多理由 當然 他如果要給你 就一句說話 都可以給到你 一個理由 但如果給不到 就一樣理由 都給不到 但是無來 就是我們做了 我們應該要做的事 但是過去 我們一直做的工作 就是我們都沒有說 放棄了 我們一直都有去見 我們的政府官員 譬如我們的局長 我們的康復專員 甚至我們也走到 立法局面前 立法局面前 我們有一個請願行動 我們又上郊 又去遊行 其實我們做這麽多的事 為什麽呢 其實我們想告訴政府 我們真的很需要 這些院舍的服務 我們正在有一班人 很需要你們 去有這樣的規劃 讓他們最終 都能夠進入院舍 接受安老的服務 給他們 我想這不是很過太的要求 剛才我回應阿超所說的 政府一直以來 都沒有長遠的資源配套 我同意 大家可以想一想 回歸前 政府都有五年的規劃 回歸後 五年規劃去哪裏呢 五年的規劃沒有了 他曾經做了一個福利規劃的 他說 他說而已 但問題是 究竟你做成怎樣呢 我們大家都不知道 是吧 即是你沒有詳細去 告訴我們 究竟你 你所有的諮詢文件之後 你究竟跟著有什麽的追蹤 你沒有告訴我們 一些團體 或者一些弱勢社群 諮詢員有什麽用 我們最近都見過一些政黨 民主黨 自由黨 甚至公民黨 我們都去見他們 甚至民建聯 我們都去見他們 是 好了 一路見完之後 我們都 為何我們要見他們 我們希望尋求這些政黨 能夠讓他們知道 我們這班人的需要 我們都希望他們能夠 在立法會裏 能夠幫這班人開聲 和政府爭取一些社會上 民間上的福利 一些民生的一些事情 好了 我們最近又進一步 去見一些行政匯擾的召集人 還有我們未來的特首 就是那幾個跑馬仔 我們又去見梁振英 我們希望在梁振英先生那裏 我們希望能夠讓他 了解多些我們這班弱勢社群的需要 希望他將來能夠 如果他真是有心 去帶領香港繼續向前走的時候 都不要遺忘我們這班 智障人士的家屬 他們的實際需要 明白 所以我見到 你有份報紙在這裏 這些是否之前做過一些 關於院士的 數數給大家看一下 我又帶了這個 就是早一輪 我們曾經登報 我們透過社聯 幫我們去登一個廣告 我們主要是 告訴他們 希望政府能夠善用資源 還有我們覺得 如果一個社會福利裏面 是沒有目標 是等於沒有承擔的 其實上我們都提出了幾點 這幾點 其實上我們都正正是代表了 我們整個弱勢社群的訴求 明白 我覺得這件事 應該要再重新說出來 明白明白 所以我們都看到 千瘡百孔 現在的院舍 以及福利的制度 實在是有檢討的需要 雖然政府經常有諸多藉口 又說不夠地 又說不夠地 但是 建豪宅的地 永遠都不會缺乏 所以這反映了 我們的社會 究竟是一個 什麼優先治著 什麼行先 我想 作為政策透視的一個成員 我們都會覺得 在政府推動一個更加公義 更加公平的社會的時候 政府的角色是不能夠缺少的 不能夠什麼都推給家庭 或者社區自己的承擔 甚至是私營化 交給市場 變成賺錢的工具 我想這一點 其實是 我們作為關心社會 政策 關心社會福利 關心社群 關心香港的社會發展的朋友 都應該要留意的一個地方 去到節目的尾聲 不知道兩位最後有沒有幾句說話 可以跟觀眾說一下 有什麼未來 有什麼期望 或者是會有什麼行動 各樣東西 我跟各位觀眾說幾句說話 就是 我其實很醜 我們在去年的一個展報 6月10日 去年的一個展報 東方日報 賣了一個東西 有一個數字就是 09年有4538個輪候著 資助院社的長者 輪候當中死了 平均每日有12個長者 我們概括這樣說 叫做死不漫斃 他在等著的時候 他知道家人照顧他很辛苦 真的很醜 再前瞻一點看 特別說過 政府規劃的報告 是我們市民逼出來的 2007年曾蔭權連任 第二次連任的時候 他在社福界迫於無奈 他就說 我們要做一些規劃的事情的時候 做了那份報告 是去年份報告 大學廣師說 連他的學生做出來 都好過這個規劃報告 他們這個思路 其中有一個 安老事務委員會 一個顧問報告 09年後 或是今年剛剛出的報告 都傾向透露一些事情 在長者申請原住所服務也好 或者可能社居照顧服務也好 他們想推一些叫做資產粉冊 其實我們都要有些戒心 特別是中產人士 如果大家市民、觀眾 你是中產人士 低下階層也好 為何我們沒有份納稅 我們有份納稅 就算沒有納稅 我都有做事的 我納不到稅 就因為這個社會押制 到我做份工都沒有稅 納得到 但我流了血流了汗 到我現在很少些日子 你說你給我資產審查 我曾經納過稅 現在中產人士 罵政府罵得很重要 為何去到我媽媽我爸爸老的時候 你給我搞一招叫資產審查 你為何不認可我有這個權利 我可以納稅 我這個社會貢獻過 我爸媽當年捱生捱死 為香港建立這麽好的社會 現在這個政府 就好像想推倒 去到我們五十年代 六十年代 這麽慘的日子 這個其實對藥性性問題 我都不是很這樣 經過資產審查之後 通常那些福利服務 都是一些冷飯菜去執飾 不是全民的權利 只不過是一些 你查完家宅 你夠慘才給你的 好了 林先生 你又有些什麼 最後的說話想說呢 我真的很希望政府 能夠有一個完整的規劃 就不要完全沒有規劃 但我都說回一件事 即是我們國家的溫家寶總理 其實他都提出一件事 就是我們香港政府 是有能力 是有這樣的財力 去處理現在民生上的一些問題 所以其實我覺得 政府應該要好好去反思這件事 去規劃好現在的社會福利的制度 還有一件事 我都希望政府能夠做多一些 在院社方面的工作 譬如說 縮盡快去有一個建院的模式 一個藍套走出來 亦都希望能夠 無論是智障也好 老人家也好 都能夠安頓得他們 是陀陀蕩蕩蕩 不要說無鄰兩可 一會有另一個政策 一會有另一個政策 我都希望在這五年裏 如果政府能夠減少一點 排隊的次數是最好的 明白 所以最後 我們在說 借你句口號來說 彈球一縮位 不要六千元 即是我們在說一些長遠的事 不是一些堂 或者派錢式的短期措施 我們不是在說這些 一個有責任的政府 應該作出一個長遠福利規劃 好嗎 多謝大家 所有資訊 都忘了 都忘了 我們是有負責 如何 我們是正是 敵人 我們是最好的 我們請政府 超然 我們完全沒有 來 我們請一個 也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